这一代机子已经是第四代我们的机器人了 所以从硬件上我们也保证了我们的世界的领先性 从软件上我们每年都在改进程序 根据当时的国际比赛的规则 每年不断地研制各个方面的算法 根据规则制定一些策略 然后一些程序 客观地讲跟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国家差距还是很明显 但是也好的一点就是说这几年的进步速度是非常大 所以我们觉得也就是说可能在不是很久的将来 我们至少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再次公 我认为这些组织的组织是三个组织的组织和两个组织的组织